这些大菩萨运用的方法 那么学它 学大法 主要的 扩充我们的思想 不要太举奈了 心里不要太小了 不要挂看看五代山 五代山往西边去吗 还有大通 往多面去吗 还有太原 咱往前走吗 南京上海 往北面走吗 天津北京 那地方大得很 开看于一眼界 不要在山里头 挂看见北台了 看见宗台了 看见西台了 看见了没有 我们都看见了 你看见的宗台 文书不是咱说法的 说法台 你不知道 戴罗廷 文书献得五种神 你也不理解 你看的是现象 不能印到本责 那学华言的意 用我们的智慧 知道这一切法 利益众生的散角方便 不是真实的 懂得这么个含义 这就是华言义 随众生源 而现的这现象 这现象都是假象 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但是众生不理解 不理解 不理解怎么样呢 也不能够进入 那么就先让大家理解 有这种智慧了 学来的 不是正来的 这种现象 是跟着佛 跟着菩萨 大菩萨 学样子 学做的 从这个入手 这个入手 我们这个真如的法身 随着众生的感 就是普应实方而演发 就是随着众生的 它的根基 它的感 感就是它的求 而给它说法 各个佛不同 他历生的方法也不同 法身本体 祝福都是同的 包括我们一些众生 都是同的 一个 大家用上它 用上它 不同了 一个是明白的用 一个是糊涂的用 糊涂的用 就叫再禅 明白的用 就叫清静 好像都在这个世界 都在行五欲境界 你在五欲境界 就沾 就严 就缠 就贪恋 那祝福菩萨 在五欲境界里 他知道是假的 空的 没有的 他的心 不贪恋 身没有掩护的 意义不颠倒 那么 我们就 从这样子 知道 一切祝福的法身 是清静的 我们的自身 也是法身 清静的 但是我们的相 容 不清静了 祝福的相 容 是清静的 我们一说到智慧 智慧 智慧就是印知 就是知 简单说就是知 说知道 什么都知道 知道什么呢 直到一切祝福是空的 没有 空的还贪恋什么呢 他就不贪恋了 因为 有才贪恋 直到祝福的空 空到什么程度 到了真空了 就变了 变了什么了呢 变了妙有 真空不空 什么叫妙有 刚才说没有嘛 是没有啊 是妙有啊 妙有又不是有 妙有是显现真空的 这意思什么意思呢 佛正的妙有了 没有了 他知道一些众生没有 没有达到这个 没有达到这个 他四线的妙有 来利益你 来帮助你 和你给你做父子 或者给你做夫妻 或者给你做你的儿子 四线六斤眷属 目的是什么呢 让你也达到跟他一样的 你硬是真空 你硬是妙有 这就是菩萨 大菩萨化现众生的方法了 因此在祭送里 祝福法力皆清静 智慧入空无有边 西外开寺无余淫 不是众生同物弱 开寺给众生 没有隐藏的 也没有遗漏的 也没有什么叫避命 我们因为密宗 一定有些方法 这是四叔的眼睛 看 在四叔 看见有些密法 我当小孩子的时候 听见说的 因为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 他入什么里门 那是我们东北的外道 很多里门 你要想求法呀 得给他好多钱 完了到一个黑蛋的屋子里头 窗户都把它封闭起来 什么 法部传六儿 智能四个儿童 他两个儿童 你两个儿童 不能说给第六个儿童 六儿就第三个人了 不行 传给你之后了 你不能跟你父母说 不能跟你妻子说 换句话说 不能跟任何人说 到底什么一个密法呢 观世音菩萨 这叫五字真言 感到我们到和尚界里头 跟你出家之后了 好 观世音菩萨到处贴着 不但是六儿啊 无量耳都可以听 必须做起神秘 那么他又又说了 说你那个观世音菩萨 你们说的观世音菩萨 不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这个不传六儿的观世音菩萨 是真的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东北的道门 这叫什么 慈善会 慈善会 我就听到的 看到的 感到我当和尚去了 到了东北去 那个道德会啊 忘过道德会讲 那个 老仙司 他叫仙司 老仙司还在 我说你现在呀 给我当小徒弟资格都没有 你什么仙司 他说你们讲什么 我说没讲空 你这就瞎拜 观世音菩萨 有叫观世音 你知道吗 有叫观世音 你知道吗 我说他有一千个手 一千双眼睛 你知道吗 一切入法都入事 我们再学华言 当你没有干什么了 把这华言菩萨看的呀 又深又大又广又无奈 但你进去了 你不有一般的道友吗 天天要送华言菩萨吗 等你送了好多年了 你再一看 你能进入了 如果你听 不能理解 你多念 多看 像你学手艺一样的 经过几年的功夫了 熟悉了 熟能生巧 等你熟悉了 你就知道这句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就告诉你了 这句话呀 是让你断烦恼的 留生死的 那你就又追问了 什么是烦恼啊 这个问题很不好答复 什么是烦恼啊 什么是无明啊 这故事我好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唐朝有个宰相 叫于朝能 他问果思 他说果思啊 请你跟我说说佛法吧 我就不懂得 什么叫无明啊 无明从什么地方起来的 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很不好答复的 那我们这果思很散巧 那种语言怎么给他答复 什么是无明 无明从什么地方起的 他又落到什么地方去 他用反的方向 就要彻底的方向吧 来答复他 他怎么答复的 说你一个奴才还问佛法 你资格不够 你是奴才夫 那于朝那就活了 不是那活了 他是宰相啊 他是皇上的奴才 不是一般人的奴才 那一般人都是他的奴才 他就发脾气了 他刚一发脾气 这个果思跟他说了 无明从此起啊 无明什么地方起来 就这么起来的 何者是无明 这个就叫无明 明白了吧 无明从此起 此就是无明 那于朝呢 当下他就明白了 他真正明白了 所以谢能了 谢能了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识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顾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情有义的草原狼 草原上的牧民一直都过着游牧生活 他们追寻着新鲜的嫩草进行放牧生活 因此牧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便能驱赶着羊群进行放牧 仅有十岁的阿高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牧羊人 阿高 今天又是你自己出来放羊啊 是啊 我爸爸妈妈今天要去采购一些东西 再说了 放羊这种事情我自己就行了 阿高虽然年纪小 不仅懂事又能干 阿高 你在这里放羊就好 别跑太远了 这里的草都不新鲜了 我再带着它们去远处看看 找寻找羊比较好的草给它们吃 阿高 不要跑那么远了 草原深处可是有狼 要是遇到狼 那可就危险了 没事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好多次了 从来也没看到过狼 所以我比较不担心的 草原深处 羊群在那里吃着草 阿高在一旁悠闲地看着 突然 几只羊显得有些惊恐 它们发出了一阵恐惧的叫声 阿高朝那几只羊看去 而那几只羊惊恐地看着它们不远处的一层草堆 接着它们连连后退 哎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羊怎么有些惊恐呢 它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哎呀 原来这里有只小狼仔啊 小家伙 你怎么会自己在这里啊 瞧你的样子 跟小狗一样 不如我把你带回家 你做我的小狗吧 就这样 阿高将这只小狼带回家 并且给它取名为小拉 小拉 多吃点 这样才能快快长大 和我一起放羊 哎呀 狼 这只小狼是从哪里来的 爸爸 妈妈 这是小拉 我从草原上捡来的 等它长大了就可以陪我一起放羊了 啊 阿高 它是狼啊 狼怎么能放羊 要知道狼是吃羊的啊 是啊 阿高 狼和狗是不一样的 要赶快把这只小狼处理掉 万一它把狼群给招来的话 那我们大家可就要遭殃了 没错 我们不能留下它 留下它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行 小拉那么小 有什么错 你们不能杀掉它 阿高 阿高 它是狼 对待狼可不能心存怜悯啊 我不管 我不管 绝不能让你们伤害小拉 它是我从草原上捡回来的 阿高 我们牧民最恨的就是草原狼 就算我们不伤害它 其他的牧民也会把它杀掉的 我不管 只要有我在 谁也不能伤害它 要不然 这样吧 我们将它放掉好了 阿高 我们不能养它 也不伤害它 就让它自生自灭好了 好吧 不过必须要我亲手将它放走 好啊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 我自己去送就好了 第二天 阿高便将小狼送走了 不过他每天都会带着一些食物 来送走小狼的地方来喂养它 小狼也会每天准时地等在那里 他俩就像一对情侣一样 每天来这里约会 而且一约就是两年 小狼 小狼 我来了 你在哪里呢 小狼 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了 快吃 很好吃的 小狼 你今天终于出现了 好几天没看到你了 你跑到哪里去了 小狼 听爸爸说 草原出现了狼群 你是不是加入狼群了 啊 小狼 你真的加入狼群了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你有伙伴了 好了 再吃点食物吧 如果在狼群里吃不饱的话 你就来这里 我会给你带食物吃的 好了 你的伙伴们在叫你呢 你快去吧 小狼 一天天的长大 他已经完全和狼群融在了一起 阿高和他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有一个月没有看到小狼了 他应该是和狼群离开这里了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回来 唉 最近草原的草是越来越少了 今天我们的羊根本就没有吃饱 唉 是啊 最近草原上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一大群的野兔 那些家伙几天时间就把周围的草啃得一干二净 这样下去 我们的羊群会饿死的 这都是因为狼群离开草原的缘故啊 二爷爷 你说狼群离开了草原 是啊 野兔的天敌就是草原狼 最近那些狼离开这里了 所以野兔就泛滥了起来 二爷爷 那狼群跑到哪里去了 阿高 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平时我们都担心那些狼 现在倒有些希望那些狼回来呢 是啊 只要狼群回来了 那些野兔才会消失 我们的羊才能有充足的食物 小辣 小辣 你能听到吗 小辣 是小辣 小辣 我在这里 你快来啊 哎呀 小辣 你现在竟然长得这么强壮了 啊 草原狼 哎呀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打算要袭击我吗 阿高 看着跑来的那几只狼 面露恐惧 这时候 小辣 突然朝着那几只狼大叫了一声 然后窜到阿高的身前 死死地盯着那几只狼 那几只狼看到小辣后 竟然夹着尾巴转身跑走了 小辣 他们好像很害怕你哦 对了 你能不能带着你的那些朋友帮我们赶走草原上的野兔啊 第二天 一大群狼冲进了牧民区的草原 它们的到来让那些野兔纷纷走壁 只用一天时间就将野兔给赶个金光 真是不可思议 狼群竟然又回来了 而且一天时间就让那些野兔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是啊 更不可思议的是 当时还有羊群在那里吃草 可是那些狼却只敢野兔不伤害羊群 真是太奇怪了 可不是吗 狼群赶走野兔后竟然也离开了这里 这种事情真是琢磨不透啊 不管怎么样 没有了野兔和狼群 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只要一场雨 嫩草就会长出来 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跑那么远放牧了 小拉 谢谢你 一场大雨过后 没几天 绿油油的青草便布满了草原 没有了野兔 牧民们又开始每天放牧的平静生活 而阿高则经常去寻找小拉 他想当面和小拉道谢 小拉 小拉 阿高 你刚才在喊什么 小拉 小拉不是你前几年抓到的那只小狼仔吗 是的 我就是来找他的 阿高 你疯了吗 要知道那只小狼仔现在应该已经长大了 长成了一只凶猛的大狼 它要是真的出现了会吃了你的 不会的 我们是朋友 我见过它好多次了 叔叔 你知道吗 我们这里的野兔就是小拉带着他的同伴给赶走的 哦 阿高 这都是你个人的想象 狼是不可能和人类交朋友的 哎呀 不好 狼来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 没事的 一定是小拉来了 是狼群 阿高 你把狼群给招来了 这下可糟了 我们又没带武器 又想从狼群里全身而退 可是非常困难的 啊 怎么回事 小拉不在这里面 没有小拉 要怎么办呢 我们得赶快逃 我们哪里跑得过狼啊 而且如果我们背对着他们的话 那样更容易遭到攻击 那现在 要怎么办啊 第一 我们不能跑 第二 不要露出害怕的样子 我打电话求救 哎呀 我忘记拿手机了 糟糕 怎么会这样呢 那现在该如何呢 我们不会真的会被这些狼吃掉吧 阿高看着一步步逼近 面露凶色的狼 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那几只狼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他们加快了脚步 飞快地将它俩围了起来 不好 他们这是要围攻我们 救命啊 快来人救救我们啊 不要喊了 这里那么偏 平常很少有人来的 就在淑树和阿高绝望的时候 远处又传来了一阵狼叫 那狼叫声有远即近 围着他俩的那几只狼愣了一下 一起朝狼叫声传来的地方看去 此时淑树也是朝狼叫声传来的地方看去 远远的一大群狼正跑了过来 他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狼群 真正的狼群来了 完了 我们这次真的死定了 是小拉 小拉来了 我们要救了 阿高 你还真以为那群狼会帮我们啊 别做梦了 小拉 快来救我们啊 我在这里 小拉带着狼群狂叫着奔跑过来 围着阿高的那几只狼见后 显得非常害怕 他们急忙转身夹着尾巴飞快地逃走了 叔叔不瞪口呆地看着 狼群跑到他们面前停了下来 阿高高兴地一下子抱住了最前面的那只狼 小拉 谢谢你 小拉 如果没有你 我们今天可就死定了 狼真的可以和人做朋友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了 狼也是有情有义的 佛对一切众生 佛对一切众生 都像对自己的独生子一样 我们要以佛为榜样 自卑爱护一切众生 愿各位 为早日成佛 妄无一切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